傅醫生,我聽得明白 原來我們的小朋友要讓他們周圍接觸多些東西 讓他們感官發展得更好 因為我見過一些家長 將小朋友身邊所有東西拿開給他們喝茶 小朋友會堆滑、跌東西 他們就制止他們,差不多要綁住他們 這樣反而不好 當然,我們的首要是小朋友的安全 如果有熱水要打爛,我們當然要把他們拿開 但一般來說,我們身邊的東西未必會打爛 只不過是會搞亂 做父母的話,花多一點心機時間 如果他真的搞亂,之後就收拾 或在收拾的過程,教小朋友 原來東西玩完、動完要放得很原位 這也是重要的 因為小朋友的成長當中 不同大人的大人 經常都會有一個反應 就是覺得這些東西有什麼好玩 因為你已經見過幾十年了 但小朋友不同 他剛剛來到這個世界 其實每樣東西都很新鮮 甚至乎一個杯子都會覺得 為何這個杯子這麼有趣 和平常用的不同 学生感受到都会很不同 可能她也想摸一下 甚至敲一下她 听一下一些声音 其实小朋友最重要是 给她探索社会 探索她身边的环境 给她有支持的环境 让她去试一下 如果每一年都要制线她 小朋友就会觉得 每一件都没对 每一件都会做错 反而会影响到她的自信心 因为原来我碰了这一件又不行 那一件又不行的话 即是说我做每一件事都是错的 慢慢来说,他会比较内念 甚至乎学校有活动,他都不参加 因为他欠缺自信 下一个阶段又如何呢? 他一直在探索世界,搞乱一堆东西 印了整个墙都是手板印 下一个阶段又如何呢? 开始有一些初步人际关系的发展 例如我们说两岁,小朋友开始 例如我们现在进入pre-nursery 学前那些,他们会开始接触到其他小朋友 其实这个阶段开始来得比较关键重要 因为他们一些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一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法则 就是这个阶段慢慢开始形成 一些所谓的分享、礼貌、同理心、同情心 这些概念慢慢开始 在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之中 慢慢去建立 所以要多些跟小朋友 带他去不同的环境去接触人 因为两三岁,他会走会走 其实很简单,去到一个公园 例如爬钢架,打千秋 其实他都会有很多东西去学习 例如见到别人开心 他又可能学下别人那种玩的方式 又或者大家千秋只有两个 但有五、六个小朋友 那我们怎样呢? 他学会如何去排队 排队的过程如何去忍耐 其实有时候,譬如小朋友 他们一帮人去玩的话 我们尽可能作为大人在身边 只不过是留意他们的安全 但如果在安全的大前提之下 他们之间有少少争执的话 可以给他们一些空间 自己去尝试 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当然,如果去到真的动手 打架的时候 我们作为大人的身边 就可能要给一些指导他们 规管他们 告诉他们 如果遇到有问题 有争执的时候 用什么方法去互相处理 大家那种不满的看法 以及小朋友也会学习到 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些都是对于小朋友 将来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在这个阶段的小朋友 其实很多妈妈都提出我们 她很担心 通常是担心两大方向 因为小朋友太活潑 她说她未过度活跃 因为小朋友太不活潑 或者是不玩 永远都不黏人 在这个阶段的小朋友 我们会看到有些情况 我们会留意 或者应该留意些什么 我们这样说 如果有些小朋友 去到大一点 真的开始两三岁 我们有一些 他们的行为可能会见得到 比如这样说 刚才你说 小朋友如果他们很活跃 跑来跑去 会不会担心她真的过度活跃 其实我们发觉 小朋友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之中 尤其是他们对于身边的环境 比较有兴趣 好奇心 他们到处去搞去爬 都属于一个正常的发展 所以不要太早去拿定论 她是否真的过度活跃 反而我们会在这个阶段 见到有些小朋友 他们的兴趣比较特别 一些 比如他们对一些 一般人来说 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兴趣的东西 举个例子 一个小朋友对着洗衣机 转一下转一下 里面的衣服 然后觉得很有兴趣 初初都不以为二 但是慢慢发觉 原来他可以对着洗衣机 几个小时 都是看着衣服转一下 这些行为 可能我们要留意一下 他会不会真的 可能是一些 譬如我们说 自闭倾向的先兆 在这个阶段 可能要带他去见一些 譬如 评估中心 甚至乎见一些医生 去看看 会不会他有一个自闭症 傅医生 刚才你带了两个症状 一个是过度活跃 一个是自闭症 我是不是应该 把我的小朋友 放在洗衣机面前 看看他会不会 要看两个小时 去决定他是不是自闭症 从那些什么症状 可以看到自闭症 如果过度活跃 有多少活跃 才过度活跃 我们先了解这两个 自闭症 其实 去到一个两三岁的阶段 可能我们从行为上 分辨得到 譬如他们很多 一些重复性的行为 比较坚持的 我一定要去这样做 用一个这样的 我们甚至乎 一些仪式化的行为 譬如 没有什么意思的 一些动作的 一些次序 譬如我一定要 转一个圈 我才走到洗手间 这样 如果他很多生活上的 细节 都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要多加留意 另外他们的兴趣 他们会否比较集中 局限 对于一些新鲜的事物 不仅没有兴趣 甚至有些抗拒 譬如有些小朋友 对于一些比较闷的东西 譬如对着风扇转转转转 又可以望很久 对着小耳机 这些都可能是一些病症 有些小朋友 可能玩玩具 譬如有些车子 正常的小朋友 可能滚来滚去 但是 有时候会见到 有部分的自闭症的小朋友 可能他们不是这样玩的 而是往往都是把小孩 排成一条直线 原来这些都可能是一些 先兆 可能要留意一下小朋友 有个妈妈跟我说 她说儿子不叫人 我去到百年了 不叫人 这个不是 我们要分清楚 究竟他是不叫人 他只不过是自己 只是比较害羞 对着陌生人不敢开口 其实不是说不叫人 就是自闭症 这个我们一定要分开 这个我们一定要分开 我们一定要分开 这个我们一定要分开